哈喽大家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因为上一次出了一个学妹妆嘛 然后学妹是那种比较清晨比较可爱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除了学妹肯定还要有学姐啊 那么学姐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稳重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出了这个霸气学姐妆 如果你的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今天的妆前乳呢用的是Fenty Beauty的Hydrating Primer 因为现在天气有慢慢的在变了 所以现在就要用这种滋润度比较高的妆前乳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涮粉底 今天的粉底液呢用的是Fenty Beauty的Hydrating Longwear Foundation 这下涮呢用的是Smashbox Studio Skin Flawless 24-hour Concealer 像一些比较明显的瑕疵呢就要把它给遮掉 学姐的地位不是那么轻易就会被撼动的 所以呢一定要保持一张完美无瑕的脸 订妆之前呢我想先用订妆喷雾先定一次妆 今天用到的定妆喷雾呢是我的最爱NYX的Bear with Me 把你手臂这样伸直要跟你的脸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在空中画一个X型 然后再画一个T型 定妆粉用的是RCMA的胡椒散粉 这一瓶真的太精用了 买一瓶我感觉用个一年两年都完全用不完 整个脸定完妆就像雌娃娃一样 今天的眉笔呢用的是Make a Miracle的千巧细描眉笔 还是先用眉刷把我们的毛发给铝顺 先定最下面这条线 眉尾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再定我们的眉峰 接着用眉刷把我们眉毛中间的空隙运染自然 今天的修容呢用的是MAC的单色眼影Omega 还是直接用刷子沾取躲掉多余的粉 从我们的眼窝开始熨染 然后再到我们的眉眼中间这块 菜眼睛也要带过 鼻头这个地方呢画两道 然后中间这里可以横着扫一下 鼻翼呢也不要画太深了 轻轻带过就可以了 换一把大刷子 修一下我们的面部 包括我们的这一块也要修一下 因为我这里比较大 接着眼影呢用这两个 Sephora的单色眼影 一个是非常非常火的 叫做Hollywood Colling 它这个颜色真的是日常消肿神奇 而且它里面有带一点点细闪 非常非常好看 直接用手指 然后给我们的眼睛做一个打底 然后拿一把刷子把它给晕染自然 换一把这种细头的刷子 沾取我们的眼影 画到我们的下眼瞼 然后还是要沾取 加深一下我们的双眼皮褶皱处 划口我们的上眼皮的后半部分 然后再换回这把大一点的刷子 预览一下眼影的边界 接着还是Sephora的单色眼影 4号呢是205 Ballet Shoes 直接用手指沾取 然后点滞在我们的上眼皮中间 眼球最凸起的地方 能看到两边的区别吗 这边是不是超闪 然后我们的卧蚕呢 也要用它来提亮 这样笑起来 换回我们的内眼角 然后还是拿出我们的眉笔 画一下卧蚕的阴影 包括我们人中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是棉签 把它晕染开 你这样看我的嘴巴 这里是不是很立体 我们的卧蚕也要晕染到 接下来呢是Yumi的眼镜胶笔 把我们的睫毛根部也填满 扯着我们的太阳穴往上提 有没有往上拉 这样我们的眼线就画好了 是不是很快很简单 然后是PF的眼线液笔 沿着我们刚刚用眼线胶笔画眼线的地方呢 轻轻的描一点 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眼线更加的持久 睫毛膏用的是Dollar Wink的卷翘睫毛膏 我们今天眼妆的部分呢就已经完成了 今天的撒红呢用的是I'm in the Blushing Powder 一般呢我会拿刷子把它们两个混合在一起 这样斜着打 然后可以换一把小眼的刷子 上去我们的撒红色 打到鼻头 下面这个尖尖的地方 下巴也大一点撒红 高光呢用的是CLEO PRISON AIR HIGHLIGHTER 然后刷在我们的颧骨上 看得到这个光子吗 超漂亮对不对 而且它粉质很细不写毛孔 我每次用它我都会哇哦 这个也打一点 因为我的太阳穴比较凹险 每次打完高光都会忍不住疯狂的照镜子 鼻头要这样横着扫 顺根也要来一点 手指这样取高光 拖在我们的唇峰上 今天的口红呢用的是NOTE的雾面唇药 4号呢是416 这颜色涂上去就连气场都变了 我现在先去弄一下造型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 感觉自己可以秒杀所有学妹 今天这个妆跟学妹妆相比呢 我的色彩呢用的会重一些 这样会给人一种比较成熟稳重的感觉 包括这次眼影的颜色和口红的颜色 都会让人看起来更有气场 所以赶紧学起来吧 Linda иль雀 优惯 台雾 和声 沕 maximal around 感谢观看